取得來源 我想這兩個 基本上是用 剛剛講的FireDialog 其實還蠻好用的 轉出的目錄 就告訴他PDF 先確定一下 這個裡面空的 按轉出 他就瞬間幫我轉出了 轉出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本來轉出的是 乙班點 xlsx 就我同學 我本來是轉出類似像這樣 可是他說老師他明明是一個 PDF檔 可是你為什麼幫我多加了 這個點 這個副檔名 他就想說那怎麼樣把它去掉 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是 你如何把這個檔名 把它改成沒有 那意思就是說我要把 後面的五個字刪掉 那後面五個字刪掉 要不你就是用什麼 因為其實我要的是前面的兩個 前面的兩個字 但是我又有的時候不確定 是不是兩個字 可能是乙班 也可能是什麼什麼 音樂班好了 假設這樣子 那可能有兩個字 也可能有三個字 可能有四個字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可以配合什麼 一定會用Labs 不過除了Labs之外 你可以再算什麼 算它的總長度 最後把它-5就好了 -5意思就是說 因為後面是 點 XLSX 一定五個字 所以我們後面把這個地方 我這邊是本來的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樣 本來是 SPS2 And S file 路徑加檔名 那最後的話 用Labs 把原來的路徑 比如說乙班 點X XLSX 然後呢 裡面的話 就根據它的總長度 減掉5就可以了 反正最後扣掉的 就一律是扣五個字就對了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 重新做過 你會發現 把這個重新跑過 那你可以看到 輸出的結果 就會是什麼 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那個 後面的副檔名的訊息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 後來再加上去 因為寫完之後 同學又覺得 就少一個了 所以其實 城市裡面 不斷不斷都會有一些 新的挑戰 而且只要你工作裡面 想得到了 其實都做得出來 那如果你做完 你如果懂得去把你的工作 變成一個按鈕 可以解決掉的話 那你會發現 你的時間 就會多出很多了 所以我同學 大部分跟我學 有一段時間 而且懂得善用的同學 有的都發現 他們的工作 的時間 越來越短 然後可以練習 可以學習的時間 變多了 而且我又常常問說 以前要一直不斷加班的同學 後來好像都不用加班了 時間到就可以走了 只是說現在 除非他換工作 否則他要增加薪水 好像比較困難 因為同一個工作 你要老闆幫你加薪 比較難一點 所以他就反正樂在什麼 至少工作少 然後多餘的時間 他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只要不要讓老闆知道他太閒就好了 不然老闆他如果知道你很閒的話 他一定會覺得 他一定不可能放過你的 對不對 但是即便他 你又把它做完了 對他 因為 永無止盡 不過我是覺得 這也很合 不是很合理 我可以理解 因為其實如果你有曾經是當老闆 創業的經驗你就知道了 你當然 因為你 老闆能夠獲利的部分 其實就是真的是 節省很多 節省很多 節省人力 節省就是金錢 各方面 省下來才是他所能夠獲得的利益 那他當然盡可能的壓榨員工 可是有的時候是有違背良心的時候 但是有時候良心跟賺錢 當然有時候還是要媚著良心 沒有 不是 就是還是要 最後當然真的殺頭的 賠錢的生意沒人做 但是殺頭的生意還是會有人做的 沒有人願意做生意還賠錢的 那就不要做生意 誰要當老闆還賠錢的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就是轉換 PDF 另外 因為剩下一點點時間 還有一個例子 也在雲端上面 不過因為沒有太多時間 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我是放在雲端白板裡面的單元12 就是自動 因為這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他每天都會在外面拍很多照片回來 然後回來之後 他要把所有的照片放在Excel裡面 而且自動調整它的高度 除了說 可以把圖片揮進來 還可以要 最好有個超連結 點下去還可以把圖給秀出來 所以他每天都要做這些事情 他就問我說有沒有方法可以一鍵完成 當然可以 不過我這邊的話我是沒有做按鈕 直接怎麼樣 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我是把這個裡面有沒有 一張一張的小說圖 這些小說圖呢 基本上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解壓縮到桌面上 有這些 這些就是我以前 反正截圖的啦 我是隨便找一些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自己 從那個雲端上面去找 去找到這個 這個練習題 裡面的話呢 也會有個APP 這裡面就是 解壓縮到桌面上 就是一個個圖檔 那我路徑就從這邊抓就對了 然後呢 如果這些圖 我要一次按個按鍵 全部都幫我 匯到那個 Excel裡面的話 要怎麼做 另外呢 除了說要能夠快速匯入之外 他還希望說呢 還能夠增壓超連結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點擊這一張圖 小張圖會變大張 是不是這個 我把它重新再刪除 另外呢 還希望把所有的圖文都全部刪除 我再從會一次看看 會縮圖 點擊它 OK 自動跳 小圖變大圖 類似像這樣子 這功能很單純 可是 對某些人來說 確實很有幫助 因為他每天呢 可能都要到外面拍很多照片 像什麼建築業之類的吧 拍照照 然後老闆要看結果 他老闆又不喜歡說 你整個檔案給他 他很喜歡在Excel 他希望Excel打開 就可以看到小說圖 旁邊有連結 他點進去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的需求 那這怎麼做的話 基本上也是利用檔案處理 所以我們大概快速來看一下 縮圖怎麼做 基本上齁 一樣 也會有個PACE 不過這個PACE 將來你可以改成那個 FireDialog 那 DIR 有沒有又看到DIR 所以其實以後 只要牽涉到 目錄跟檔案的處理 其實呢 都會用到DIR 配合DoFile 有沒有 就是回圈 這個意思是說 幫我找裡面的檔案 直到找不到為止 就跳離了 找到之後你要怎麼處置 它會得到一個路徑跟檔名 所以基本上去找什麼 裡面我是放PNG 找到之後的話呢 第一個游標先放在A1 因為我要從A1開始 那Sales的那個Row High Row High指的是它的列高 幫我把它調整成100 這個Sales你會發現 它後面沒有加瓜5 指的是所有的儲存格 這個工作表裡面所有儲存格 幫我把它列高調整為100 然後Column A呢 幫我把它改為18 那18有多寬喔 其實如果你未來不知道多寬的話 你游標放在這上面 上面會有一個數字有沒有 那它這個18不是18像素喔 它這個有自己的 自己的那個 那個那個它的單位 所以你大概拉一下18大概這麼寬 那你大概就知道一下 另外的話呢 就接下來插入那個 那個我們的縮圖 找到那個 幫我找到一個 然後利用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 序詞物件底下 還有一個紙物件 叫做sharp sharp 顧名思義 就是圖嘛 圖裡面有個方法 叫add picture 告訴它路徑 路徑後面的話呢 再告訴它什麼呢 相關的訊息 包含什麼呢 它的 left 就是左邊的坐標 type tap 是指的是它上面的 就是垂直的坐標 然後呢它的寬跟它的高 反正把單位給它就可以 可是呢 零為什麼零 固定喔 都是在這邊 可是這個位置要一直往下 所以這個iTap 會跟著什麼呢 跟著數字一直在變動 所以你覺得這邊有沒有發現 我預設值它假設0好了 就是從這邊開始 那如果往下的話 每增加100 每增加100 欸有沒有 一直往下就對了 那大小都9090 所以一直往下找 然後在offset 欸 offset 前面也講過 向下一列 選取 向下一列選取 有沒有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縮圖呢 一次 全部都加進來 那加縮圖又加超連結 實際上就是hyperlink add而已啦 所以把那個連結 然後把selection裡面的東西 paste全部加進來 它就幫你加一個超連結了 那最後刪除所有的圖文 因為你不可能說一個一個刪到 好像這邊 delete a deal 因為你圖有沒有辦法整個全選 沒辦法 Ctrl-A有沒有辦法 沒辦法 可以喔 點一下然後Ctrl-A 點圖然後再點Ctrl-A 就是先 點點圖然後按Ctrl-A 對啊沒錯啊 可是問題你要全選 對啊 就點一下圖然後再按Ctrl-A 它就會全選 喔 Ctrl-A 喔 這個方法 因為之前喔 我知道文可以 但是圖 喔也可以這樣子 digit掉 OK 那可是VBA的寫法也是這樣 當然如果你 你要把所有的圖跟文 所以圖文可能要分兩次啦 如果在VBA裡面的話 你就是怎麼樣 先把文字先全部刪掉 那它是for each的方式敘述 每一個 在那個什麼呢 欸 我們工作表裡面的 所有把它delete掉 所以它會這樣子把它全部delete掉 有沒有 先清文字 再清裡面的圖文 OK 那因為這一期的課程 時間蠻倉促的 所以八次上課 時間就差不多 所以我們今天最後 最後又舉了兩個例子 所以回去可能再花一點時間 這個 這個 第十次 跟第十 單元十二 這邊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除了說 我有講到 其實我沒有講到的雲端上 其實還有很多的範例檔 那當然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我是建議 如果你真的要把VBA這項技能培養起來的話 一定要多多的找問題 考考自己 如果你每個問題呢 那不可能一下子馬上都可以迎刃而解 不過我是覺得可以藉由問題 解決問題 慢慢提升自己的那個經驗值 然後也許慢慢的 你看工作上面的效率就可以給人家提升 那這一期的話 我們時間也很倉促 所以 今天大概就先到這裡 那之後當然如果各位有問題的話 當然歡迎各位可以 再提出問題 不過可能就只能用Email的方式 但是如果有問題我建議就是說 你就 最好是有複檔案 然後比較具體的 不然有的時候 問的問題太抽象了 我可能也沒辦法 因為我要用想像的想不出 真的 你乾脆給我個檔案我看一下 邏輯比如說像 如何把PCR轉PDA 這很具體嘛 那我就 很快就做出來了 類似這樣 那你不要說 太複雜的工作流程 我是建議你如果工作人員太複雜 你先切割 最後再把它併在一起 那個工作流程也許可以把它解決掉 OK